唐代也曾楼市崩盘 但是朝廷却没有出手就是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历史上鼎盛的唐朝时期 楼市就曾出现了崩盘 按现在的收入算 唐朝的房子就曾经从每平方米几百 上千元 跌至每平方米几十元 而此时 唐朝政府却没采取任何措施就楼市 唐宣宗大中十年 敦煌居民沈兜河因为几等钱用 卖掉了自家的房子 按照惯例 他跟买方签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 合同上写道 词汇乡百姓沈兜河 断坐摄物 没齿两硕五升 准的皮齿数 算着舍毒物 二十九硕五斗路生九合五归 于十五米 其设极地当日交相分负气 意思是说 沈兜河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 没齿价值小卖两硕五升 另外房子里 所有家具陈设也 随房子一块出让 价值小卖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 合同上写的一尺是指一平方尺 为现在的零点零九平方米 硕是容量单位 根时通用 两硕五升小卖 重约一百八十斤 按今天卖家去买 至少需要一百四十元 每尺两硕五升 说明每零点零九平方米 能卖一百四十元 也就是每平方米 能卖一千五百五十五元 放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敦煌 这房价是很高的 唐熙宗潜伏二年 同样住 在慈惠乡的另一位敦煌居民 可以得出这块宅鸡的单价 每平方米五百五十六元 考古报告显示 唐代敦煌民宅全是单层 容积率很低 所以当地价高达五六百元 一平方米的时候 房价在千元以上 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那么唐朝人的工资水平如何呢 据敦煌资料等文献记载 在公元九世纪后期 不管是帮人牧马放羊 还是给人运送货物 甚至包括替人当兵在内 敦煌平民每月的收人 一般都不会超过两十小麦 换言之 工薪阶层的月薪 大多在三百元以下 像这样的收入水平 就是一年不吃不喝 也只能挣够两三个平方米 倘若想买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 恐怕得忙活几十年 值得庆幸的是 这样的状态并没维持多久 敦煌房价在每平方米 一千五百五十五元 这个万恶的制高点上 盘旋了一会儿 很快就急转直下 敦煌楼市崩盘了 唐朝宗前宁四年 敦煌居民张一泉卖房 东西一丈三尺五寸 南北二丈二尺五寸 只卖了小麦五十硕 每平方米才卖两百五十元 唐朝宗天赋二年 敦煌居民曹大行跟人换房 东西三丈五尺 南北一丈二尺的房子 仅估价胡斗九十 房价已经降到了 每平方米三十三元 关于敦煌房价 目前能找到的文献非常之少 暂时还弄不清 刚开始房价为什么高 后来又为什么暴跌 另外 鉴于中原和江南地区 出土的唐代 经济文献更加稀少 研究者也不敢确定 在敦煌之外的其他区域 是不是同时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在敦煌房价暴跌之后 大唐朝廷和敦煌政府都没有出手就是 因为新唐书就唐书册俯原规 唐六典等史书和现代的敦煌时事藏书 试文汇编敦煌资料中均未曾出现相关内容 因此可以断定 唐朝中央政府从未降低房贷利率和首付 也没有找到敦煌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补贴 那么唐朝政府为什么不就是呢 第一 当时没有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商 所谓房地产交易 只是在业主之间进行的二手房买卖 而业主们一盘散沙 是没有能力游说政府做出就是决策的 第二 当时房地产行业 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 无论这个行业是否兴旺 都不会导致GDP下滑 第三 当时的财孝辱主要来自于填富和人头税 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卖地生财 房价暴涨也好 暴跌也罢 只能影响地价 唐朝政府之所以不就是 未必是替广大购房者着想 才容许房价不断下滑的 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损害到当时朝廷的利益